澳洲旅游业痛吃800亿 境内游为何不能取代国际游客呢 嗨我是Ivy 这里是金要财 一分钟了解财经热点 这两天新州的疫情是又再次爆发了 每天十多个的新增人数 让很多人的旅游计划又泡汤了 事实上由于疫情反反复复 澳大利亚境内各地轮番实施封锁 国境也是持续关闭 导致了去年澳洲旅游业 一共是损失了800亿澳元 其中国际游客减少了760万 境内的过夜旅游更是骤减了4500万 其实此前很多人都有这种预期 如果澳洲境内疫情好转了 本土旅游或许是可以来弥补国际游客的损失 但是现在都被打脸了 最主要的问题就是 澳洲旅游业的这种季节性很强 本地游客们通常是只会在假期的时候集中出行 而更加糟糕的是 澳洲旅行的从业者们也在持续的减少之中 截至今年3月的一年内 澳洲旅游工作岗位已经是下降了5.1% 仅为6.6万个 因此在面对这种集中出行的游客的时候 他们并没有一个充足的旅游从业人员来提供服务 那么或许只有当澳洲本土游客 可以像国际游客那样 旅行时间更长 钱花得更多 目的地更分散 又或者说是疫苗可以接种全面普及之后 澳洲旅游业才可以重新的焕发生机 那你觉得澳洲旅游业还有救吗 大家可以订阅澳才给我们点赞 并且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